为了不健康好事多 无极谈熊货 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 有钱人到底在想什么 为什么人家越花越有钱 然后呢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没有钱呢 那如果有了钱以后 你的梦想又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努力赚钱呢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怎么赚钱 怎么花钱 首先呢要先来跟大家介绍 我三位好姐妹 赚钱达人同时也是 花钱达人 首先欢迎玉子姐 嗨 大家好 金色啊 金色啊 我个我承认啊 大家都说我真的很爱赚 我说不是我很爱赚 是我真的不能停下来啊 因为我会肚子小喊 人喊满汤 所以我要靠自己 其实钱呢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人家说人两家钱 自己自己看啊 永远都在追钱跑 对 我们就来想个办法 让钱跟着我们跑 好不好 对对对 第二位钱姐姐来 财恩 大家好我是余彩恩 我也很喜欢赚钱 但是呢总是 嗯 是以愿为啦 尽量想赚很多钱 但是我也很会花钱 因为两个小孩要养 所以我也想要赚很多很多的钱 所以呢 她今天是我们的花钱达人 花钱代表 就是说赚钱呢 她可能没有用太多的方式 就是在演艺工作努力 但是 如果开勤的 如果说她是第二名 就不知道 很多人可以说她是第一名的 来接下来欢迎我们的 燕婷 我们的理事长 大家好 其实我也很爱钱 我也很爱赚钱 真的 因为我家里有两个挖土机 每天跟王哥要钱要钱 挖土机 我自己演艺要赚 挖很大 不过呢 我觉得呢 如果你这个挖土机呢 你是属于投资型挖土机 OK啊 你投资挖土机 以后她也是大把大 然后不得账 不得账 挖回来 对 只是投资在子女的身上 真的不知道她是基优股 还是 还是 哈哈哈 还是赔钱股 对对对 我明白 对 对 可是大家呢 我知道钱大家都很喜欢 然后大家也都很努力在赚钱 对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赚钱到底是为了什么 很多人是为了梦想 有的人想团忧世界 有的人想退休 像我就是单纯想不工作 我赚钱只是为了有一天 我想不工作 就这么简单 玉璇姐 你赚钱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 对对 好人人哦 好人人哦 什么意思啊 在这里我们这种没有孩子的人来讲 会觉得 就是为了别人再赚钱 这又是另一种努力的方向 是 像我们就是 我们赚钱是为了自己想退休嘛 可是你像你说的 你赚钱就是想要为了孩子 因为孩子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我们的义务 是 对 不管他是基优股还是赔钱股 都还是要人资啊 是 都没发生下来就这样 因为妈妈进来了 如果你没有投资的话 这是有法律责任的 对啊 对啊 要跟随便利 是 是 是 所以 那如果呢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你很有钱了 你想做什么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 买一块地盖我喜欢的房子 然后养一大群的狗 不是养一大群的孩子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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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养一大群的狗 对我很爱狗 尤其是流浪狗 我每次看到街上的流浪狗 我每一次都想把它捡回家 但是财力有限 也没有这个地方 所以我需要一块空旷的地方 带一个收容所 收容所 对 好好的一个地方 对啊 所以我需要我有钱 然后可以买一块很大块的地 是 对 然后就是可以 也可以收养 养很多的流浪狗 然后又可以陪孩子快乐的成长 郁姿姐呢 有钱 她就是想要 做爱心 做爱心 用爱散播出去 非常的好 好 那花钱拿了 你有钱 是为了想要钱 我花更多钱 真的非常认同 解说的那一句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还是少女时代的时候 赚钱是为了自己快乐 对 你赚钱为什么 漂亮啊 可能就要买衣服啊 放街啊 看电影啊 真的 你觉得吗 我们 真的 昏钱 真的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对 那有了孩子之后 你想要买什么 你就开始考虑很久了 是 你赚钱就是为了小孩而赚钱 那你说 赚了钱之后 要给小孩什么 好的生活 环境 应该是说 让他不能输在起跑点上 对 因为现在跟以前又不一样 对 大家都在比耶 现在赚钱真的是为了孩子 对 所以 因为 那你有没有问你自己想过说 如果有一天你自己有钱了 你想完成什么梦想 像玉子姐 它是属于他自己的梦想就是 要一个空地 然后要有很多的流浪狗 那你呢 你自己的梦想能不能输出孩子 喜欢生活旅游 我就觉得说因为世界这么大 各个国家的风情都不一样 人事物都不一样 我想要去各国看 尤其去看那个 有没有那北极国 有没有 哦 那个都是一整个一整个就 我以前也都跟你一样 真的啊 哈哈哈 可是因为我也去了很多的国家 我发现台湾最好 我跟妳讲只要有钱 住在台湾真的是最好的 因为它很方便 今天吃什么都很方便 不是理由的 讲到一个重点就是 只要有钱 对 所以呢 其实就是有了钱以后 你可以做很多的选择 对 而不是让生活去这么按照 对 所以你的梦想是玉子姐 是 那燕妮呢 燕妮呢 其实赚钱就是为了享受生活 对 那如果你有了很多钱的时候 你就是未必你要陪小孩 陪家人 那你现在因为你要赚钱 所以你没有时间去陪小孩 对 也没有时间陪家人 嗯 也没有时间去保养你的身体啊 嗯 去享受 所以当我们有钱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好好的去 把我们的时间给小孩 给家人 给自己 嗯 对 所以我们现在忙 每天忙碌的工作 就是为了赚钱 赚很多很多钱 而且离不开小孩 对 有小孩的就是长小孩 真的离不开小孩 而且有了钱之后 才开始想到要养生啊 哈哈哈 对了 因为我去过一句话 就是说很多人啊 四十岁以前 就是用身体再赚钱 对 四十岁以后 我们拿钱再去把身体买了 对 对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不好的循环 对 所以记得 我们在投资这个财富之余 也要目中我们的根本 对 就是我们的身体 也是 好 那大家既然呢 对于这个钱的梦想 大家都有 都有这个偷偷不决的梦想 快想起来 那我想知道 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赚钱货 像我 大家都知道 我做餐厅非常多年了 对 因为家里面有人同事餐饮业 所以我才敢去投资 是 因为人家说你投资户业 一定要有内行的人 对 对 尤其是餐饮业 厨房很重要 如果你是一个外行的人 想要拿钱投资 要赚到钱是不可能的 对 因为不管投资什么户业 一定要亲力亲为 没错 对 那么我们在餐饮业 也曾经赚过很多钱 但是呢 最后也终究都赔光了 是 其实呢 而且现阶段很多做餐饮业的 像我自己以前开餐厅 其实呢 开店创业呢 不外乎人事成本 是 人事成本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管销 所以呢 你要记得 观众朋友 只要跟人有关系的事业 人潮就是前潮 这个潮呢 是会淹没你 还是会把你推上来 这是一个两个不同的思维 那财恩呢 财恩姐 你曾经做过什么样的 赚钱的方式 我赚钱的方式 就只有拍戏 大家都知道我们也是从事 但是因为我没有姐姐 呃 这么的有 投资的观念 就是可以开餐厅赚钱 哇 我叫你多钱啦 你都要看钱 你也要有钱 拿钱 那我就是拍戏为主 然后我会投资一些基金 但是那个我就属于 比较保守型 说实在这个基金就是小额买 然后赚一点点的小利息 就是也不是很多的一些 我很简性比较小的 对啊 像我们同志餐厅来讲 资本而非常大 对对 尤其又是股东的生意 所以呢风险非常的高 对啊 我这是小小的 对对对 这个比较保本性 保本性的 但是呢 这种方式 就不外乎有一种 就是说 你的那个利息钱啊 远远不及这个物价通膨 对 没错 没错 像我们大家都会买这种储蓄鞋 是 买六年 对 你知道那个肉败已经涨了多少钱 对啊 是不是有买 是不是有买一个美金的 到现在还有买这些 这是基本的啦 对对 我是觉得 只要有闲钱 有现金的话 真的不能放在布置里面 放在布置里面 真的自己就会乱花 不知不觉就花掉了 对 没有钱就去领 没有钱就去领 那只好强迫储蓄 买储蓄鞋 对 这也是一种方式 可是它就是毕竟是保本 对 你必须要一个母鸡 你才能拿来养小小的小鸡 对 可是前提是 我们就还没有母鸡啊 那我怎么养小鸡呢 那叶玲姐 曾经做过什么样的生意 嗯 其实我投资 其实就是我赚钱的方式 要多演化 嗯 多厉害 但是因为我有开店做生意嘛 是 就是开服饰店啊 那开服饰店 本来因为现在时机比较不好 对 金钱比较不好 所以我也亏一百多万的 哇 对 亏一百多万就是因为你要人事成本 对 那我请问你 从开了以后 有没有赚到钱 其实开店没赚到钱 哦 哇 他讲到重点了 因为我也曾经开过精品店 嗯 我平常讲 我有赚到 我赚到什么 我赚到一堆的货底 对 都是货底 对 就是这个会有风险 因为服装是有流行性的 对 因为服装是有流行性的 对 一季又一季 然后每一季都剩一点 每一季都剩一点 对 那都是钱 堆钱都是钱 那问题我现在 我自己有开舞蹈班 是 因为我是舞蹈老师 那 我有教很多的学生 因为这个是不用俗的成本 哦 所以这个就是 嗯 这个要健康的身体 因为这个是才艺嘛 对啊 才艺所以你要去教学生 你就用你的才艺去赚钱 是没有太多的本钱啊 租房子 店面啊 什么什么的 就好像我们两个 没有一季之长 对 像我们 我们在餐厅这样 亏那么多钱 然后我怎么赚回来啊 嗯 就是拼命的接活动 拼命的去接戏 大小case全部都接 你可以想像到 我连那个 给人拼命的那种case 我也接了 哦 真的 人家赚 人家是包白包 我去那边脸红包啊 所以呢 我刚跟大家 听了这三位姐妹套 我跟大家一个分析呢 就是 你有沒有听到 她们做不管任何的项目 能有利润 看到钱的 就是用一种分享模式 像 燕萍姐 她用的就是分享她的舞蹈 对 用分享的模式 赚到实质的利润 但是呢 我们前面所说的 不然我们投资餐厅啦 人事成本啦 开金品店啦 还有我们的这个 投资型保单 都是属于要 投一笔钱 对 但不一定开得到 回收的 对 回收帮助比较慢 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年 在中国 在大陆呢 非常流行微商 这就是要有一个 分享经济 所以分享经济是什么呢 例如说我今天 觉得这个杯子非常好用 是 我自己先买一个回来 我觉得好用以后 不然我先买五个好了 那我就拿来 送也好 卖也好 分享 但是呢实际上 我卖了一个 就赚了多少钱 赚了多少钱 这种就是一种 无形之中 帮自己增加收入的一种方式 对对对 但是前提 这种东西你要慎选 因为你自己一定要认同它 绝对不要说 因为这个厂商给你开的条件 很好赚 那你只卖出一个有什么用 对对对 你一辈子就卖那么一个 但是呢如果这个东西 它是好的商品 用活力的东西 分享再分享 分享再分享 这就是所谓的盘商 那像以前我也做过 类似说像批货啊 像姐姐讲的 金品店也是批货 都是本钱都在那个 先拿钱出去批货 对对 都先拿钱出去 是 所以呢 要记得这个像 欸 投资男人也是啊 我以前一样好多 好几个员工啊 对 A男朋友 B男朋友 C男朋友 后来男朋友都不见了 投资都不见了 所以呢 大家呢 投资有很多种方法 那到底要什么样的 投资 才是会比较保险 然后比较能获利 然后看得到实际成果的 瑞士姐有没有听过 这样子的就是 就是有没有接触过 什么样的行业 觉得欸 这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模式 我是有听过 类似就是 传直销的那种 是 也是算是分享啦 对 比如说你加入这个 直销或传销公司以后呢 你使用它的商品 然后呢 你自己觉得不错 你再去分享给朋友 是 对 然后呢 你在分享当中 也是有这个利润嘛 但是这个比较有 有点比较不好 商业化行为 没有没有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 哪怕就是 就是这个商品是很棒 很好 值得分享给朋友 但是呢 它这个会有业绩上的压力 是 如果说你没有达到 一定的分数的话 对 其实你就只有简单的 只能得到 它的分享的奖金 没有办法得到 它其他的 就奖金啦 建构奖金啦 什么 其他的 就是更多的利润就对了 是 所以呢 它就是变成有一个压力制 但是为什么在中国 微商经济发展的非常的蓬勃 就是 做微商经济 其实没有太大的压力 就是你看你自己的人力办事 例如说我今天 我这边有三千块 那我先拿三千块批一千货 那我这三千块 我都已经赚回来了 我再拿这三千块 再去买一点货 类似这个就是像小批 对 现在非常流行 就叫小批 因为它不需要囤货 是 支下太多的资金 对 不像我们开店买衣服 你最少一件一环 一环是要三 三件 大销 大销 对 所以你卖掉一件 你其他两件都没有卖出去 等于你那个就是亏的 对啊 这样 所以呢很多人呢 可能以前重新有听过一些 船只销 现在船只销 过去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以前呢就是 你不管有没有卖出去 你都一定得买多少货 对 是过去的当时 那现在为什么在船只销呢 很多人愿意来投入这个东西 就是说 在不影响它的本业之下 对 然后呢也不用囤货 对 就是只是单纯跟你分享 对 所以呢我们还是回归到 它其实重点就是在分享经济 这是一个人人是老板的一个时代 是 那所以呢姐姐你有个除了像这样的方式 你有没有听过朋友 有接触过这样的案例 实际上赚到钱的 哦 我就是有朋友就是也要做这样子的方式 就像你刚刚这样子讲的分享 嗯 然后分享这个商品好用 然后就是给朋友一起来使用 但是它做的比较不一样的是 其实它还是会有一个累积的 它是不用困货啦 但是它是需要累积一点的积分之后 它才有办法去回馈到那个奖金 这样子 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压力存在 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你一定会有一个业绩的压力 对 还是有一点点压力 但是它真的是有赚到钱 只是说还是有一点点的压力存在 是 可是重点是如果你分享东西是好用的话 甚至是还好的 是还可以蛮长久的 如果你分享的物理是好的 所以只要在没有自己的压力状态之下 纯分享经济我想是最容易的 对啊 我们跟姐妹聊聊天 我昨天弄了一个什么都行很好用 就是这样子 那能不能接受取决于个人吗 其实Sales出去跑业务 也不是每一枪都中啊 对 因为现在很多商品都是 就是姐妹聊天啊 或咖啡就聊出 我说你皮肤怎么会那么好 你就会跟他讲我吃了什么 我有的用了什么 他说真的吗很好用吗 所以说真的很好用 就分享就会去尝试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最好 自己最好的招牌 对 对 你为什么皮肤可以这么好 为什么你的把纸这么好 你用了什么东西 是 就是这样分享出去嘛 对 而且呢等于说 你自己可以随时随地做 你想做多大的老板 对 有的人是我想做很大 我资本不够 有的人是我想做小一点 可是我小我又不知道怎么做钱 你知道吗 这么大事业的人 你突然就要做小的 对 所以呢我觉得 这个分享经济呢 就是一个可以随心所欲 你自己做自己的老板 没有任何的压力 没有任何的同化 不太那么方便 是 只要有一种商品 你把它拖上去 现在不对很多群族嘛 对 大家会问 欸你这是什么啊 这是什么啊 你会不会在聊嘛 然后就等下 哦原来你用的是这个 你那我想说去尝试 去尝试看看 对 分享经济就是你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说你要去找店面 不用担心人事的开销 你也不用先说投资一笔钱嘛 对 算是等于是没什么风险 你只要分享就有钱赚 对 比较简单的嘛 这样子听起来 好像大家对于这个 人人事老板 各有兴趣 对都很有兴趣 对 那如果所有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们在四月份呢 你会办一个招商会 主要招商会 倒也不是说 要跟大家 其实就是分享一个 分享经济的模式 然后也可以欢迎大家 可以一起来参与我们这样的 大型说明会的时间 我们在108年呢 四月初在台北 四月中在台中 在四月底在台南 或者是高雄区域 当天都有非常优惠的促销活动 要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也欢迎 电视机前面所有的好朋友呢 可以跟我一起到现场 去了解一下 其实很多事情 你不要在 还不了解的时候 就先说不要 大家呢 不要把财神爷挡在门外 那我们的说明会呢 当天邀请大家来 都不需要收任何的费用 我们只是把一种 经销的模式 或者是一种 做生意的模式 赚钱的门模式 或者是好的商品告诉给你 那如果你觉得不错 你可以有选择权利 要或不要 当天呢 我们这几位姐姐们呢 也都会到达现场 跟大家分享一下 诶 什么要去选择啊 诶 很多人在说这个产品好 有人说那个产品好 其实做你自己的主人 只要你那个商品 是你自己有信心的 你自己去分享 也会很有力量 所以记得喔 四月份开始 北中南 我们都会各有说明会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威尔夫创业说明会 等你来喔 威尔夫创业说明会 等你来 OK